大家好,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有家扣肉饭,一两年前我来过 我问了一句话,就很失望的走了 最近呢,有好几个粉丝给我推荐家店 所以今天就来试试看 扣肉饭15,柠檬鸭饭13 一份扣肉饭 要弄美饭吗? 没有弄美饭 他们的咸菜很丰富 有酸菜、瓜皮、豆豉 榨菜、萝卜干 豆芽没有了 扣肉饭15 我还加了一份柠檬鸭 10块钱 咸菜每样都拿了一些 还有一碗清汤 家店生意很好啊 现在已经是两点钟了 过了饭点了 还挺多人的 试一下 米饭松软 干爽 米不行糟糟的 但是扣肉汁很香 嗯 嗯 吃块coro 哇 他们的coro 真的是太薄了 太小片了 三片 肥瘦55吧 它的肥肉已经化掉了 入口即化 这饭真的很差 这饭真的很差 它可能给我快到一些锅底吧 还有一些 不知道是锅巴 还是硬心的米 硬硬的 剩下大部分的米都是糟糟的 不香 这个coro 这个coro 没有我舅爷 没有我舅娘做的coro好吃 差太远了 咸菜还是挺下饭的 咸菜不错 嗯 瓜皮很好 试一下柠檬鸭 点柠檬鸭 饭是13 单点的话10块钱 还可以像只酸甜 有酸梅的味道 有咸柠檬的味道 诶不错很开胃啊 这个柠檬鸭 如果夏天没什么味道 推荐点这个 点柠檬鸭 我觉得好过吃这个coro 这个coro 我觉得确实很一般 给的又少 之前我来过一次 我问了什么话就走呢 就是问有没有糯米饭 因为我从小在外面吃coro 我的印象就是配糯米饭呢 但是他这里不配糯米饭 所以我上回一问没有糯米饭 那我就走了 但是这次回来 我想不到好几个粉丝朋友 都给我推荐鸭店 饭我猜是可以免费再去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coro 真是比自己家做的差太多了 柠檬鸭可以 柠檬鸭我喜欢 试一下汤 嗯 不错 很标准的猪红快餐清汤 反正如果单点coro饭的话 coro吃完了饭还剩不少 他们柠檬鸭的味道确实不错 就是鸭肉给的少了一点 嗯 下面的评论呢 是更清楚的街坊说的 我爸爸之前来吃过那间店 我爸爸七财 如果15元的三个 又小又薄 扣肉 我爸爸平时去鱼马 鹿鹿口 一间快餐店 吃扣肉饭 12元扣肉饭 一扣扣肉 今天在下个两点 非常有趣 家店呢 也是我不会再来的店了 首先作为一家扣肉饭 没有糯米饭 已经是死罪了 然后它的米 真的是 太差了 这个饭太差了 虽然我很喜欢他们的咸菜 很喜欢他们的柠檬鸭 弥补不了 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关注转发 对我的成长非常有帮助 谢谢大家支持